你敢信,眼前这个碗口大小的孔洞竟然是古人为了吃到盐耗时13年凿出来的 这就是至今仍在使用的深度达到了1001.42米的盐井,深海井 开凿时,古人会站在碾架上,用脚使劲踩踏对板 与此同时,另一边翘起的锥头会将连接的铁挫提起 接着,工人立马跳开,铁挫猛地向下冲击井底岩石层 便能将石块凿开,下面还要往井底灌水 并用特制的山泥桶将混合的泥浆提上来 就这样,边凿边提,直到有卤水出现 这种冲击式凿井法是由北宋人发明 但开凿盐井最早是在战国时期 只不过当时是用锄、叉、锤、四等完全依靠人力挖掘完成的 比如最早出现的广都盐井 它的口径大,井深浅,也因此被称为大口浅井 像深海井这类井口小而深的 用的则是小口径钻头 被称为灼铜井 那挖好井后就该取卤水了 如果是你,会用什么办法 把卤水从千米深的地方提上来 首先,一套可以节省人力的滑轮系统 想必是少不了的 而关键就在于该如何让装进容器中的卤水不洒出来呢 它由打通后的竹节连接而成 底部装了一个十分巧妙的机关 用熟牛皮做成的单向阀 当吉卤筒深入到井底区卤时 卤水会顶开阀门灌入竹节中 等它装满后再向上提拉吉卤筒 这时,桶内卤水的压力又会主动将阀门关闭 吉卤筒与扇泥筒的工作原理类似 为了能一次提取更多的卤水 人们会把吉卤筒做得很长 但这意味着提供动力的井架要更高更牢固 才能借助定华轮和吉卤绳 用牛力拉动提取卤水 这最后一步就是竹卤 只不过在此之前 古人会先用竹茧将卤水输送到20里之外的造房 并且为了解决竹子不能拐弯的难题 他们还在需要拐弯的地方 专门设置了一个中转站 茧窝 不仅给管道剪了压 还沉淀了卤水中含有的杂志 令我更想不到的是 他们竹卤用的竟然不是柴火 而是天然气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早在东汉到蜀汉时期 我国古人开凿严井直 就发现了天然气资源 并且还创建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天然气井 林穷火井 天然气由严井而起 那自然也得为主严所用 我都没有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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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没有打开